各位朋友,多謝你們今晚來到我們國際特色組織香港分會 搞的一個,我們叫做人權星期五 我是歐美寶,就是這個組織分會的總幹事 今晚我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流程,我就不阻礙大家 因為有很多很有經驗在這方面的朋友就可以和你 因為我想大家,如果聽到我們說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因為我們剛剛交了我們那份審議給政府 因為政府現在做,他們已經合謀,不是,應該是31號月 我不是很記得,他們什麼時候結束 就是叫大家,如果是12號 我不是很記得,他們什麼時候結束 但是,總之是政府叫大家,交一個審議給他們 如果有興趣,就是關於ICCPR的 不過,一會兒我們周恒彤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簡單介紹一下機制 今天我們就很高興,也請到一些嘉賓 其實最主要,我們首先會有周恒彤,就是我們分會的周恒彤會 跟大家稍稍介紹一下,究竟其實我們說的聯合國的機制是什麼東西 不會去到很仔細的,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再搜索一下 在網上就有很多資料,但我們會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就會問權觀察的成員,浩然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他去過Geneva的經驗 就是民間團體是就香港上次關於禁止學員工藥的報告的時候 其實民間團體是有組織過去到Geneva的 另外,也有余仲言,余仲言就是北愛爾蘭種族平等委員會秘書長 其實在日內瓦的UN委員會裡面,都有很多的經驗,就是做一些遊說的工作 我們就很高興他可以跟我們點題一下有什麼秘訣,或者有什麼心得 待會就會跟我們分享 大致上就是這樣,我們跟著也會有一些問答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提問的就隨便 首先我們就請周恒彤跟我們講解一下 稍微講解一下這個聯合國的經濟 如果我們應該要去哪一邊 所以我去哪一邊 我去哪一邊 我去哪一邊 其實我這個部份非常簡短 因為我打算我們今日來的朋友 可能已經沒有了解人情局 但聯合國的人情機制 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什麼回事 就會只是讓大家攀架大家 然後聽浩元和Patrick的分享 都可以有一些基本概念 其實在香港來說 在聯合國有九個核心的公約 其中七條香港都是提約的 說地區 香港本身是國家的成員 要交報告的要求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七條 兩條建章中的公民團理和建立公約 公社民團理的公約 另外有種族歧視公約 宣除婦女刑事的公約 酷刑公約 又有不同的公約 以及殘疾案的公約 這七條都在香港 其實是要作為提約的一個成員之一 就是要交報告給聯合國的條約機構 除了這七個是有關主題性的條約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普遍定期審查 有關主題性的條約機構 這個其實就是對所有聯合國成員的一個 輪流的審查 就是不理會你有沒有簽其他公約的條約 你就要向聯合國其他成員國家 交代你這個國家 你的人權狀況是怎樣受下別人的質詢 這個就快到了 中國的審議是今年會到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地區之一 都會有一部份的報告 是關於這個定期審議的報告 剛剛說到它有些條約 香港很簽的條約叫交報告 交報告就是交給一些 比如聯合國條約機構的東西 聯合國條約機構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它是由一班獨立的國際專家 組成的一些委員會成績的東西來的 雖然它那個專家是不同國家 它會提名給它 然後會有選舉選出來 但那些專家不是代表國家的立場 它是代表自己的專業知識 它可能是律師 可能是一些關於人權方面的 一些有專門的經驗和知識的人 由他們去做一個審議的條約下 就是一些人權的情況 包括給一些意見 和國家去改善他們的人權情況 或者去落實一些條約裡面的要求 是你那些人權的 是否很吵 是甚麼聲音 是這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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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量大聲一點 很快就能聽到 主要是今晚 待會我們兩位嘉賓說 是這幾個 所以這個條約機構 它除了剛剛說 還要審議每個國家交易報告 也有些情況下 它可以審議一些個人的投訴 以及做一些調查 就是提出一些一般意見的東西 我盡量大聲 一般的意見就是 譬如它看到一些條約裡面 它有些 你怎麼理解裡面的一些規定 一些要求呢 它這些條約機構 都會去提出這些意見的 那整個 這個過程都是我們怎樣參與的過程呢 就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你簽了一條條約之後 你要先提交初次報告 接著這個條約機構 會給一些問題清單 以及議題的清單給你的 就是 這個過程 不是每一個條約都一樣的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有些就提交了報告之後 它會給一個清單 大家就要報告說 我想要更多一些某些問題 你想可不可以回應我們 去各個國家的報告 或者在一個審議的會議上 有些條約會議強 有書面大陸有些不需要 但是國家去寫這份 給條約機構的報告的時候 都會 很多時候會聽一些持續者的意見 就如剛剛Mago也提到 我們香港要交這個ICCPR報告的時候 都會有同一些文件 大家可以提一些報告的意見 另外一個可能提的方法 就是除了民間團體可以提意見 給香港政府去寫報告之外 都可以自己去向民間國那邊 去提一些意見 也都會有些 每一個條約都會有點不同 但是會有些機會是給一些民間的NGO 一些專業人士去說回 原來國那邊說 其實你在審議這條條約的時候 你要關注一些什麼 怎樣一些什麼 有些什麼情況 可能國家報告上沒有提或是漏了的 都是可以在這些圍堂去加入一些意見的 在交替這個報告之後 會有些正式的審議會議 那條約機構給一些結論性意見和建議 就是你國家如何跟進去落實 你的條約裏面的一些義務 所以之後那個過程就要 可能之後的兩年三年四年 就要去鑑實這條條約機構做的一些提議 大概的程序流程會是這樣的 具體的操作 我會交給浩然和Patrick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先是Patrick 先後期 先後期 後期 先後期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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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期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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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期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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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誇獎國際特色協會 香港分會 安排今晚的講座 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叫余仲賢 我是不外少數族裔委員會的秘書 所以 我在聯合國的工作 都可以說是有多久 我第一次去聯合國是八九年六四之後 第一次我正式去 真是去我們要搞我們的工作 除了六四 我在北外的時候 是爭取北外想做立法 英國的立法是一九六年已經去立法 但這些立法永遠不延伸去特愛爾蘭 特愛爾蘭是英國的屬土部分 所以我們那次去成功地 又刮了英國的巴 又說立法應該是全國英國 包括特愛爾蘭和所有的殖民地 所以英國當時還有很多殖民地 和所謂dependent territory 所以簽了這些所謂國際條約 不單單有英國本土要做完 亦都要在它屬下所有的皇國 包括屬土都要盡量進行 今天我開始講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 我一定由於去法最基本就是基本法 我們不是去搞事,我們是有法依據 由於英國在早前簽了七條主要公約 我們是在基本法裡面寫得很清楚 特別是公民權利國際經社民和國際勞工 公約使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予以實施 香港公民法有權利和自由 除了依法規定不得限制 始終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條款 規定所有由領族 所以我們看回來說 我們基本上是依法辦理 提出法治和法治精神的原則 這幾兩人 我們應該在2047年之前 應該考慮我們自己重新新的策略 如何去推廣非國國際人權工作 特別是我們所提及的七條公約 政治和公民權利是其中一部分 亦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做記者 我1986、87年 我們當時代表香港人權委員會 是一群本地NGO 當時我們委託了香港大學主任 寫一個人權法 當時的人權法 我們是很著重經社民 大家看看香港社會 特別現在更加離譜 我們一直完全沒有職業保障 沒有勞工 很多事都沒有保障 政治權利的事 國際上個個都會說 但沒有人說 最基本就是我們勞工合約 究竟我們有沒有保障呢 所以看回如果我們要跟進這些工作 其實我們應該要回廣更多一些 在經社民 再加上現在我們所遇到的 很多香港特別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回在這宅公約裏 我們一定要去到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所以這四個概念基本上 就是涵蓋所有的公約裏 我們所說的 還有我們看回在公約本身 我們很多時都忽略了一些弱勢社群 在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工作 兩經社民裏 其實在他們的細分之下 有些人很特別照顧一些弱勢社群 所以為何我們有婦女的歧視 種族歧視、兒童、殘疾人士、外龍 這些全部都是由這兩條國際公約裏面 慢慢再引出 所以當我們聯合國這些小組委員去裏面 其實每一個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香港有很多不同代表 不同的NGO是兼負不同的工作 我開始時會跟大家講一兩句 很快出來講人權原則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特別在香港這麼濕烈的社會裏面 第一個原則就是尊嚴 尊嚴是作為一個人很重要 即是我們神尚尊嚴尊重 你看回人權很多是基於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我們是由於一個人 所以我們是有這個權利 然後帶到修律別前人能定等 我們不是說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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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計過去幾年 我們看到太多特權 特權的人 最近大家都知道 就是前見 由特首到現在都有前見的問題 那是否這些所謂行政長官 或者是一些司長及 他們是否應該以身作則去推舉一些東西 或是對到以特權去甚麼 其實這些我們所謂叫做反面教材 你都可能會覺得為何人權是針對政府 只是針對一些不針對個人呢 其實剛才阿珍說了 就是批約國是代表一個國家 是國家簽約 簽約約就是國家有責任履行這些所謂的公約 所以你看回人權裏面的東西 凡有甚麼事都是以政府為主 其實我們所謂提倡保障人權 我們可以將政府行為分為為兩類行為 第一類行為就是節約性行為 即是說它不准它做某些事 譬如相後回來香港是幾個禮拜 譬如朱英武一年之後 可能整個社會都會很大的… 其實不是現在未歡迎 其實都有兩批人支持來反對他 其實你看回就是作為一個警察 作為一個專業的警察 究竟他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去打這些人呢 其實根據人權法裏面 警察有權是使用武力 問題是使用武力的範圍 以及究竟他會否過份使用武力呢 或者如果從法律觀點就是究竟他用的武力成不成正比 舉例在當時法官就會看回當時的情況 究竟是否很平靜 或是很縮動性 就用這些很基本的證據作為一個判例 當不成比例的時候 就會被人覺得過份使用武力 譬如今次初級武這件案件就很清楚 所以變成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就不應該看這群人支持這群人反對 其實我們應該看回事實 事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看事實 變成我們怎樣可以去做到一個法治的社會裏面呢 第二類的行為呢 我們就叫保障性的行為 雖然我們剛才說到個人是沒有需要承擔 違反人權裏面的行為 但是政府是有責任去立法去制止某些行為人 我剛才開頭都說過 譬如說是一些弱勢社群 通常我們遇到的情況是歧視 歧視呢 你一定要是透過立法 去保障某些人的人權 不受到被歧視 所以法律通過之後 所有人都要以法律去批凡 這類保障性的行為 正是人權裏面 人人受到公平法律保護 其中一個保住的原則 最後一個概念就是人權行使的限制 這幾年我每年回香港看到 其實在泛民裏面大家都會鬥鬥鬧 這是我的看法 這是我的看法 這是我的人權 人權其實是有限制的 除非所有人權都受到無束弱的負責 在國際人權裏面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就是國家有權是推行所謂緊急法律 當社會動亂時 國家是有權將某些人權可以違反的 但當年它有個按比例性 不可以超過所謂剛才所說的比例的問題 所以有哪些人權是絕對性呢 譬如舉個例子 關於耗刑 剛才講過耗刑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可以有耗刑 或者其中奴隸 例如販賣奴奴好 或者香港最靈的根舌 幫人運出出口 這些都是屬於這類情況 或者是不承認更加的權利 去回剛才我們所說的尊嚴那件事 這些全部不可以廢除 但其中其他一些 他們是可以用所謂緊急法令 是可以不需要執行個人的 如果我們去做遊說工作 有甚麼要做呢 其實講來講去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怎樣去建立這個關係 建立關係是任何人際關係裏面的表現 如果你們每次只去… 你看回我們在這裏列了一二三四 有六類型的團體在裏面 如果我們每次只走一個轉 亦都不只是去告訴專家 我們香港有甚麼問題 這個幫不了他們去鞏固 究竟香港是否有些實實在在的問題 通常我們很希望透過我們這些關係建立 是建立我們自己的口碑和自信 和這些團體保住一個良好和專業性的工作的關係 我一直都很強調是一個專業的關係 好像我剛才說的警察也是 警察都有專業的手術 有他們自己的 我們作為非官方組織 亦都有我們所謂的專業的一面 是怎樣去做這些遊說工作 聯合國響建章 聯合國響建章第71條寫明 非官方組織是一個特別的角色 是幫助聯合國裏面 達致他們的目標和終止 特別是在人權事務裏面推動的工作 所以變成我們非官方組織 是有一個特別的身份 是透過他們的機制裏面 將某些團體可以去出席 好像剛才奉賢都提過 出席的活動 所以你可以申請 然後他們會批給你 每一個NGO都有一個牌 你明明代表名 你代表哪個機構 這就是他法定的程序 秘書處是一個很主要的工作 通常我們去做遊說一定由秘書處開始 秘書處主席和專家委員 這三個是組成一個很主要的部分 當你看到主席 主席最主要在整個大會裡 會控制得很重要的 究竟被哪些人發言 或者有哪些議題 他覺得還要繼續談下去 所以如果跟主席的關係好 很多時會帶到很多東西出來 專家委員裡分兩類專家 第一類是寫國家報告的 通常每一次的聆訊都會有一個 所謂country rapporteur 專門寫國家報告書 或者最終所謂意向的表達意見 第二類專家 其實你看回每一個小組委員會裡 每一個專家都是精一泛的 所以他們選人的時候 選得很清楚 例如有一個可能在浩營出名 有一個可能在難民 幾個一個可能是在平等法 我們可能要找出每一個人的底 如果你去到聯合國 即是Human Rights Committee裡的網頁 你就可以看完每一個專家的履歷 亦都可以知道它有甚麼背景 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小組委員會裡 是最早期成立的機構 這個其實跟我們做遊說工作是影響很大 為甚麼呢 政府委員會以往大部份是來自所謂deployment 代表國家那些可能以前是做某個國家的 即做某個國家的Ambassador 或者是坐在聯合國某些位置裡 他們那些全部都是所謂的外交官 所以變成他們一定有他們政府的角度裡 以前很難去Nobby這些人 除非他跟你有關係 除非他國家對某個看法是很有意義的 舉個例子我主要都是搞英國那邊的地方 通常如果是以前英國即是殖民宗主國 即是那些地方一定是很反英國的 你就可能要用某些情況 所以剛才我一直說專業化很重要 我們就是醜化英國 而是說將某些問題是透過他帶出來 再帶回他剛才就是說他的背景 可能如果是deployment或者是外交官 他都有自己的特長的地方 這些都會寫在他的歷歷裡面 所以便起清每一個人的底 是幫助我們很多去聯絡的人 當我們去遊說的人的時候 不是一個人做得完的 我們要分批整個團隊裡 分誰是聯絡誰 變成在關係裡面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層面就是其他非官方組織 剛才說到我們可能一大堆人去到那裡 我便很希望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如果我們未去之前 我們能夠我們自己的團體 當口與當口之間 能夠一起去計劃一下 我們怎樣去遊說 以及我們可能都要委任一個 做coordinate的工作 直接被宣署說 我們今年會有這麼多人來 這些人來自甚麼團體 誰是負責做聯絡工作 這便很方便被宣署 如果他有甚麼需要 或有甚麼緊急情況 便可以即時通知大家 另外亦幫助這些機構與機構之間 究竟大家的集中力在哪裏呢 我剛才說過 你看看條約和公約本身 是有很多東西的 基本上沒有一個當口可以做得完 可能我們從策略上去考慮 可能每一個機構 只是局一半或兩半已經很多 如果我們分為其他不同團體 包括其他弱勢社群 變成我們做一個很好的配合工作 亦是很有效地幫助我們去做遊說 另一類 香港是underdeveloped很重要的 所以香港只有EOC EOC都不是法定的 所以他要申請去聯合國 聯合國會批給他們 所以在聯合國會批給他們 他們會有一個法大制度 究竟是A級還是B級 或者是沒有 香港只有兩個機構 是跟這類有關係 一個是Ombassment Office 應該是立法會下面 另一個是EOC 即是香港的平機會 香港平機會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它應該不是正式的 National Humanity Institution 所以他們沒有申請 這個申請是要中國香港政府 要同意和才可以上去 如果他們簽了 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可以在整個 聽見裡面是其中一部份 我會在下一集 下一集會講中間的過程 最後我亦都很緊要 一件事就是 雖然我們是由稅聯合國的團體 即聯合國的所謂專家委員 但我們很多時都會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跟官方代表團 是有一個一定的關係 這是很緊要的 我們不是當它是敵人 我們當它是朋友 也當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但這裡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想很多政策的事情 他們完結之後 他們要去執行 我們會告訴你 這是我們的看法 我們為何要有這些看法 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慣性了 總之沒有理無理 政府全都是我們敵人 這個從策略上 已經犯了一個很大的錯 我們原則是 譬如說我們應該是 要游說所有人在我們那邊 好像學生為何要說 要一些非白光的標籍 我們自己有會面 自己有一個目標 怎樣我們是 在這次人權委員會裏 我們應該達到甚麼 這是很重要的 否則我們自己變成 自己鬼打鬼 在秘書書裏 最不喜歡看到這些東西出現 他們很容易看到 所以我們在整個遊說過程中 很重要的是 我們是建立盟友 建立一個關係 當我們做遊說 一開始我們就要頂 所以剛才說 我們未去之前 我們DNA應該坐在一起 究竟我們想向今次達到甚麼目標 我們的目標 跟我們自己團體中置 一不一致呢 第三個問題是 我們會否定得太多目標呢 所以我一直都鼓勵 人一個起兩個字 不要多過兩個話以上 最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大家要討論 究竟我們用甚麼手段 達到最佳游說的效果呢 這是跟目標幾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亦都是跟你們所謂的問題 即是你們對某些問題清單裡 某些意見有看法 究竟我們有多少證據可以表達到呢 逢親我們去到聯合國這些場面 那個證據是很重要的 證據是來自幾方面 大家是看報紙 如果有些很有份量的報紙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證據 另一個就是透過一些調查 還有一些報告書 報告書或調查可能是大學搞的 亦都可能是NGO搞的 這些證據先是可以說服 所謂聯合國的專家委員 所以如果你找到某些高手 在某一個社會政策是很好的 如果他們想幫你可能也幫了很多 在整個過程中 在聯合國最主要是講證據 如果沒有證據 變成被人覺得可能是去罵別人 他們一定不會有一個好的結論 遊說的手段 在這裏可以分享 其實在2010年後 由於聯合國每年被人減錢 人權委員那邊都是大目標要減 其中一件事就是究竟未來會議 或者是那些聆訊 怎樣有效地進行 其中一個很重要是 將所謂非官方組織的身份提高了 提高了你可以從兩個層面考慮 第一層面就是 我們以往我們遞的報告書給他 即是他的申請 以往就叫做Shadow Report 即是我們不是正統的 這些可能是華政府怎樣需要怎樣查 就叫做Shadow Report 但從2010開始之後就改了 我們先改了叫做Alternative Report 即是政府的另外一個報告書 即是不一定是同意政府 可能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 所以NGO的申請 叫做Alternative Report 在2010年前我們每次去聆訊 通常聆訊是下午開始 下午3時 通常在聆訊前的午飯 由12時至3時 我們是由非官方組織NGO 去跟國家Rubber Turk開會 討論我們重要的議題 亦都會邀請其他專家一起到 在那2、3個小時內 我們就去告訴我們 我們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大事你應該要注意 可能在那2、3個小時內 他都會問一些問題 但2010年就改了 改了就是我們直接可以 跟整個人權委員會有對話 通常他就在 譬如說中國香港 是在這個星期四做聆訊日 在星期一那天 整個早上會談關於中國香港 和在那個星期內 可能會多過2、3個國家一起 通常如果你是零訊 他1、2是不零訊 3、4、5是零訊 你看回情況 可能會有2至3至4個國家出現 但3至4個國家裏面 所以如果我們預先 支援秘書處 亦都說到給秘書處 我們有甚麼主要的議題要談 我們可以問他加時 例如說 可能我們在那個星期內 跟非洲某個國家 或者是加一個在歐洲裏面 可能不是各個國家都有這麼多時間 所以如果我們的問題是主要 或者是很多 我們可以叫他加時 另外這件事 你也要看回 加時那件事 我會在人權委員會沒有問題 我知道在種族歧視小組委員會裏面 有出現問題 所以為甚麼呢 中國有簽了和確認了 反對任何種族融資公約裏面 所以他們上次有欠時間 但如果你可以說 給秘書處聽說 在那裏面的人可能不是NGO 我都是最近聽回來我才知道 上次有婦聯 有其他人去 那些是中國系統裏面的民間團體 如果從國際層面 這些是官方部分 我們不可以叫他有興致號 但你要懂得玩 你告訴他你不行 或者他上次直接去參加 就是聆訊池的對話會 所以我們便要知道 你知道自己有甚麼權利便可以玩 他便會說你不能離開 說了五分鐘法權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能夠掌握五分鐘 通常我們有五、六個團體 或十個、八個團體 其實很足夠的事要講 還有講法言 其實很重點是帶人一些問題 希望他回答或問我們問題 這是先先緊要的 這是做的方法 最終是新聞發布會 你去之前要預備有甚麼要講呢 或者最終結論性意見出發表後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呢 我們應該怎樣去跟進這件事呢 我自己在我們英國的經驗 我們一定將這些事帶回去國會 國會我們有兩個意思 就是我有地方國會 和英國城的英國國會 我們兩邊都要去遊說 所謂Elected Representative 或者是我們的NP 最終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預約回來後 我們應該也有些檢討總結 包括究竟我們今次成不成功呢 有甚麼因素又受到影響呢 究竟我們團隊合作表現是怎樣呢 我們應該怎樣總結今次去遊說工作 或者以後怎樣去回事未來遊說工作 多謝各位 我們有很多朋友都已經來了 不如這樣吧 幫忙將這三張椅子過來 還有這裏有兩個椅子 如果想坐的話 我們坐好 然後我們再開始下一個 因為那邊呢 如果再有人進來也有 所以麻煩你們過來這裏坐吧 剛才我遞 還有這邊還有很多位置 還有這邊還有很多位置 還有很多位置 是的 是的 後面 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裏 我是黃浩然 民民觀察的成員 我自己本身是跟開一些關於警權的問題 特別我想這幾年香港社會都特別關心警權 因為我們在很多遊行集會上 和警察都會有一些評論 然後我們看到一些很明顯的濫權事件出現 首先我開始之前我想問一下 這裡在座有幾多朋友 是做NGO做人員倡議工作 是會用到聯合國這些機制 會想著用聯合國這些機制嗎 如果是可以舉手 好 其他朋友我想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一些新的工具如何去做 我可以調整一下我自己的內容 我簡單說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其實一直都是民間團體的身份 去做倡議的工作 以前我就有跟開一些市區重建的問題 跟著也都在民陣那裡去工作過 跟著也都近年特別專注去講警權的問題 我分別我在08年、13年和最近15年 去聯合國那邊去做一些遊說的工作 有去過這個人權事務委員會那邊去做遊說 這個人權事務委員會最主要是針對著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即ICCPR 另外我去了的就是禁止浩然公約 就是我經常說CAT 那個公約 又去做倡議 待會我都會去講一下這些經驗 2008年的時候其實我自己還在讀書 當時我是因為去利東街示威 然後就被警察抓了 然後就在警署裏面被人拘留了通宵 然後就剝乾豬手身 然後剝了兩次 然後那時候很天真 然後警察跟我說是這個標準的程序 就是一個stand up procedure 就以為自己個個都是這樣被人拘留 誰知道出來發現原來不是 原來警察當時是騙我的 根本沒有一個合理的理據去做脫衣的手身 那時候可能大家如果跟我年紀差不多 可能都會留意到新聞 就是我們一班十三個人 在警署裏面有好幾個都是這樣被人拘留 然後就在立法會那裏 我們那時候也引起了關注 而我那時候就是藉著這個機會 我就去了聯合國禁止號營委員會 就著這個問題 拘留住手身這個問題 去做一些游說的工作 這個也就是啟動了我 為何會開始去用聯合國的機制 其實這個機制如果用得到 還有如果我們有其他方面的配合 其實是可以對政府造成一些效果的 那時候我們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們很快就去記錄我們當日的情況 同時之間我們就跟立法會 在立法會的報案事務委員會裏面 去提出立法會應該要去討論 為何我們一般市民走去示威 可以無端的被人拘留手身呢 我們又不是被人拘捕 又不是純粹是一些參與遊行集會 為何警察可以拘留手身呢 那時候其實是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亦都透過傳媒其實揭發了很多 原來不是示威者 是一般市民都原來面對著 這個剝港豬手身的問題 那時候我記得是連續 整個幾兩個月 不斷是有報紙揭發 阿婆不知道在街上做些甚麼 然後被人拘捕了 然後回到警署又剝港豬手身 然後有一些家裡的主婦 不知道和家裡的成員 有一些爭吵 然後拘捕了一群警署 又剝港豬手身 然後有一些性工作者 被人拘捕了一群警署 又剝港豬手身 然後在立法會當傳媒這樣 不斷把這些個案暴露出來的時候 在立法會其實也都 議員是關注 然後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特別是去檢討警察 怎樣去處理機樓人士 那些處理手法 也都將我們整個手身的機制 是由一些很模糊的指引 變成一個手身的三級制 由基本隔著三個手身 接著到脫去外衣的手身 以至去到脫去內衣的手身 都是停了很多重重的指引 以及要警方交代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在本地層面 在立法會是有關注 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我們跟其他人權團體 去到聯合國禁止號營委員會 去做游說工作 在當時他們做游說工作完之後 其實他們出了一份 叫做concluding observation 一個審議結論 在裏面其實會發了相當多篇覆 去講關於警察 如果拘捕了人之後 在警署裏面去進行手身的一些原則 以及他們提出一些建議 譬如你要有一個很好的紀錄機制 就是究竟那些人為何要被搜身 去到哪個程度的搜身 以及一個調查機制 如果有一個濫權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當聯合國給了一些這麼具體的建議出來的時候 政府其實是要去回應的 因為當那個審議結論出來之後 其實過一年之後政府就要去回覆 交代究竟他那個跟進的狀況是怎樣 而當然當時在本地層面 就是立法會 也都我們繼續在那個工作小組那裏 要求一些議員去跟進這個脫衣搜身的問題 而他們也都是在那個工作小組那裏 不斷地去捉警方 我想不到 就是跟警方不斷去討論 要求他們怎樣去改善那個機制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挺成功的經驗 是怎樣透過這個聯合國和本地的層面 兩樣東西去結合呢 是他真的做到一些人權的改善的方法 而其實由整個脫衣搜身 從未檢討之前 我如果沒有記錯 他好像一季是有千多單的 然後現在他定期要每月兩三個月 他就要跟立法會會報一次 做了幾次的脫衣搜身 那個數字是跌到應該是幾十宗 然後他還要交代那些人 其實他是涉及甚麼罪行 因爲甚麼原因才是需要去做脫衣搜身 而很多時就是一些涉及毒品 或者涉及一些偷竊人 最多是毒品 我自己的印象裏 這個是其中一個經驗 其實我剛才講的東西跟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些PowerPoint 都跟Patrick一起講 這個是其中一個經驗 是去做聯合國去做倡議 另外一個經驗就是 講警察的使用武力指引 這個就是我最近兩次 一三年和一五年去到聯合國去做入稅 當時是 我想可以集足說一五年那個情況 一五年就剛剛是雨傘運動之後 大家應該知道 雨傘運動那時最嚴重的就是 警察在處理佔領的時候那些集會 他是用了很多不合理的武力 除了我們經常講催淚彈那些問題之外 其實最嚴重就是使用警棍 不僅是用警棍去打示威者的頭 其實這個如果我們講回 武力的層級裏面 警棍它本身已經僅次於槍械的武力 而你打頭 基本上那個是可以被定義為一個致命的武力 而其實在國際層面 我們所知的一些 譬如美國的執法部門指引 也都講明了 譬如頭、頸、脊椎、腎臟的位置 肝臟的位置 這些主要器官的位置 你是不可以用警棍打的 以及不可以用警棍來量別人的頸 警棍你打最多是打在大範圍的肌肉的位置 譬如大腿 暫時去喪失活動能力 所以香港警察在那時候完全是錯了 而且那個錯了是一個集體性去運用警棍 或者錯誤地去使用武力 大家如果看回新聞 在旺角戰兵區有幾晚 警察是大規模 前線的警察是用警棍去搏頭去驅散 我們那時候就把這些問題很聚焦去記錄 亦都去說回情況出來 亦都將一些傳媒拍到的照片我們都收集了 成為一個報告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交了去聯合國禁止號議員會 當然在遊說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即場是展示那些 大家血淋淋被人幫到頭跑了的一些相片 去給委員看 而最後的十二結論 其實有兩件事我覺得是挺有用的 第一就是它要求警方公開一些警察的一般指令 二就是它的使用武力指引 而這個當然現在事隔一年之後 警察當然都沒有一些很正面的回應 但這個其實是一個官方 就是在聯合國禁止號議員會 他們的立場他們有個建議 就是要香港籍警察去交代這些指引 當我們有一些這麼具體的建議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本地層面 譬如去跟監警會再去做遊說 或者在立法會再提出關注的時候 我們是好做很多 因為不只是我們自己一個民間團體去說 而是有聯合國在國際層面去說 你香港政府是應該要這樣做 而其實這些債政府不還 一直不做好 其實這些債是會累積下去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評論 就是那個評論就是 就是禁止號議員委員會也都說 他已經是對香港政府很遺憾 因為說了很多次 我們的監警制度應該是一個獨立的調查機制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那個監警會 都不是一個獨立的機制 而很重要的是 他也都在他的審議結論上說 現在香港政府還沒有符合到的 監警會不是一個獨立的調查機制 這些其實是對於我們日後去 要改革這些法定組織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因為政府經常說 我們已經完善了我們的監警制度 監警會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制 不是的 國際上大家不是這樣看你 你純粹自說自說 這兩個是一個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在聯合國怎樣去做倡議 在座我看到很多都是 大家可能對我的機制有興趣 或者我可以再說多一點 就是公民社會 就是一般市民一般人 我們怎樣去參與這些機制 亦都是有一個限制 就是聯合國的機制 其實專業性的門檻是很高的 因為譬如我們做遊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再去看 譬如究竟條文 譬如我們說禁止雲公約 那條條文裡面的寫法是怎樣 究竟政府在哪方面有履行責任 沒有履行責任 你才可以再判斷到有哪些東西 是可以再去跟進下去 另外我亦都要去看 它有一些叫做 general comments 它怎樣去詮釋 怎樣去interview 那個公約應該怎樣去執行 我們就是 NGO是要再去看這些 然後再去定定自己的遊說策略 但如果你說一般公民社會的成員 怎樣去參與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懂得去記錄一些事件 其實是很重要的 一些濫權的事件 一些人權被侵犯的事件 如果是被好好的完整地去記錄下來 其實我們 而這些資料是讓NGO拿來使用的時候 其實是一些很重要的材料 是在聯合國去做倡議 因為正如Patrick所說 其實在聯合國很多東西是講證據的 我們不講情緒的 如果你那份的submission 即是你那份意見書 或者你那份報告 裡面有很多情緒的語言的話 其實是會降低你的公信力 所以資料的準確性 詳細的程度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就是大家 其實如果你在日常生活 以我自己的範疇為警權 如果你可以在遊行集會 或者在日常的日子 去記錄到 有時候可能你看到警察攬槍的問題 你真的記錄到 而這些資料去交給一些相關的團體 其實是一些很有用的資訊 另外的一樣就是 我們可以運用本地大家表達意見 譬如立法會 其實就著一些公約的審議狀況 其實都會開一些公聽會 去了解市民意見 這些除了民間團體之外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有很多市民都會去表達意見 我覺得這些渠道其實也是可以參與 而另外就是 剛剛Patrick也提了一個很好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所謂法定的人權監測的組織 譬如監警會、平基會 其實他們不如何參與在聯合國的機制裏面 而這件事其實我覺得 我們作為市民 其實你有機會的時候 就可以去跟監警會的組織表達意見 就是聯合國將會談 就是監警會 你是不是應該派人去代表去參與呢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去推動我們香港本地層面的一些所謂法定的人權組織 他們如何去再進一步去進步 或者演變成一些更加有效的機制 如果這裡在場有記者的話 大家更加是可以去問國林說 譬如監警會就是 為何今早康刑委員會那邊去說 監警會不是一個獨立的調查警方的制度 你們有沒有一些事情會做改革 你們會不會派人去聯合國那裡 去表達你們監警會的立場等等 其實這些是 問問問社會多了討論 其實就對於我們整個倡議 我們怎樣去改善我們現在的人監察機制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很多時候做這些政策創意的 其實不是一兩年的事 而是四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時間線 我大致講到這麼多 一會兒如果大家有什麼可以再討論 好 謝謝